大家好,我是周家驊的Ivan 今天星期五说些轻松的事 可能你和我都会开车出去游车 国内的市场,特别在汽车方面 其实在4月份我们叫做一般 但在5月份或之后的话 有没有机会提振或闯出一片天 如果大家看一些车的股票 通常看数据比较宏观一点 整个国内的市场 我们说的卖出的车、生产的车是多少 另外一方面,未来的预计是如何呢? 其实大陆有一个成用车市场讯息联席会 我们叫做简称成员会 成员会也谈论数据 今年4月,不远的说到半个月之前 市场的零售率同比跌了5.7% 其中自主品牌、合资、豪华品牌 也出现下落的情况 4月本身来说,车市出现周期性下痕 悲观的方面或差的方面 都已经出得七七八八了 但有什么好的方面呢? 如果好的方面,有些政策就已经落地了 这个是已舊换身的细质 其实5月份汽车的市场 其实也有望实现恢复性的增长 看回本身来说,4月份的车的价格 大家都知道,美股最近刚刚上了一只吉利 《极黑》,《极黑》也这么说 售价是007的后驱增长版 售价在卖20万9900元 即是21万人民币左右 本身车的价格也有望再跌 另一方面,有车的品牌叫《问戒》 《问戒》是蔡力士和华为合主推出品牌 本身M7的入门版 车的售价也即时下调了20000元人民币 所以国内的品牌一直不断打 你说外国的品牌进来国内会跌价 Tesla,Tesla,Model 3的后驱版 跌至231900元人民币 本身是全系型的车型是降价 14000元人民币左右 其实这个车的价格战 短期来说有机会继续打下去 但相信因为成本问题 有没有机会会打得越来越烈呢? 我相信这个情况未必是这么悲观的 如果我们有好的消息出来的话 在5月份以够更新的补贴的细质 其实我们在说这个细质 例如报废国三和一些适当的排放标准 是可以享有一次性的补贴的 如果我们计算大数 如果一元补贴投入的产值的话 可以有大约15元的产值 如果一元财政补贴的话 本身带来更新的税收有大概3元会出来的 所以乘车协会亦是预计 这次以旧换新的话 增量是200万级增长的 而且带动产值或消费金额的粮度 是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增长的 本身来说以旧换新是好的话 我们也要看5月份 5月份大家都知道 有个五日黄金假期 五日黄金假期 你未必说作为国内人也好 或是香港、澳湾人也好 你未必去玩的 但如果以旧换新的话 就算撇除这个假期因素的话 其实我们预期5月份 这个叫车市或车企销售业绩 都会是好的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 香港上市三只的车股 例如蔚来、理想、小鹏等股份 我相信5月份是会跑赢大使的 多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对我的分析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到秒头搜寻我的群组 股币论买得准学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期再见